台南有名眾目擊到一輛百萬名車 日前圍停在路旁 遭失工單位用堆高機擅自抬離現場 讓他非常的傻眼 那麼經過調查發現 這一年前發生的事情 另外在高雄則是有富人 為了要搶一塊錢的排骨飯 迴歸硬闖馬路 造成兩部機車追撞 當中一個人左臉頰骨折 最好是修路可以把人家的車這樣頂起來 百萬名車被堆高機抬移 民眾看到座目簡直傻眼 傻眼耶 我要告訴這個車 車身不斷抖動 一個不穩可能就會掉下來 場面超級驚險 民眾拍下這麼PO望 引來網友兩極看法 原來當地疑似在進行道路爆除工程 施工單位似乎早就提出公告 要求車主移車 也要事先說明落實不移的處理方式 要實際查證 這起事件是一年多前發生的 另外高雄也有一起道路狀況 其實騎在路上 一名短髮婦人 未場對接的一元排骨飯 竟然試圖違規硬場 為了閃避婦人 騎士緊急停下 但後方機車卻煞車不急 當場撞上 今天這名肇事婦人 根本不顧騎士傷勢 急忙橫沿馬路 進到排隊隊伍 地點就在小港區汗明路上 12號走上8點多 車庫發生後 後車的紅信騎士 當場連人帶車往左一摔 也導致臉頰骨折 送醫治療中 對閃避違規之行人 自甲方 鴻信駕駛人 所騎乘之重機車 自後方追撞 經酒冊 甲方鴻信駕駛 預罰定標準制 後續將依公共危險罪 含送偵辦 警方一查 發生鴻信騎士 有酒駕情形 酒冊指打0.17 明顯違規 行人上場車道 也要罰 最無辜的 恐怕是第一輛 閃過的機車 記得中文報導